銷售行業我們主力是靠佣金 香港主力分了三大類 第一類就是保險 第二類就是金融 第三類就是地產 首先講保險 保險行業入行是沒有抵薪的 以我所知 另外因為我的朋友正在做 他們之前通常做生意是怎樣呢 通常都是約朋友或客人出來吃飯 拿一個關係就很容易再開到單 而且收入也不少 但逆後他們有什麼影響都跟他們談過 他們約我們出來或約客人出來 那些客人都不太願意出來 第一就是因為疫情關係 第二就是限聚令 可能他們兩夫妻出來買保險 都想聽他們說 但因為限聚令現在不能超過兩個人以上 變相對他們來說 其實都會有少少影響 加上他們會做內地人生意 可能這陣子又未通關 變相整件事都會有影響 第二部分 金融 金融入行都是沒有替身為主 通常如果我以我認知金融都很專業 要考很多牌照才能入行 金融通常都是買股票加一些金融的產品 但現在因為大家知道 5G年代更加互聯網世界很發達 基本上可能按一個按鈕 已經可以買很多金融產品 跟以前我聽前輩說 可能要打電話給經紀人 跟他們落單的時代 好像開始都是走根下坡 另外第三個行業 就是地產 地產我們入行 基本上又有替身的 另外只要下一個地產代理牌照 其實已經可以做生意了 對於我們來講 地產和剛才我講的兩個行業 有什麼逆後有什麼不同呢 第一就是 基本上 大家都知道 香港人的住屋需求是很恩切的 基本上人人都有個自然夢 變相干性需求之下 其實最近我們都通關未通關 很多內地客都下不了來買樓 但我們只是香港人買回香港樓 其實成交量已經支持到我們的生意 所以其實公司來講 或者我自己來講的區域 其實上半年都能夠盈利 首先很多時候 人們誤會了地產是賺錢的 我想澄清一下 其實每一個行業 我相信都是要當作是一個事業 一個新人 怎樣是最容易入手 最容易上手 主要你分享三大量的都是 第一個就是豪宅 第二個是工商 第三個就是屋苑形式 我先講豪宅 豪宅顧名思義貴重一點的物業 可能是3000萬以上 但通常這些業主 本身可能我們電腦的資料 圓下去都比較難一點的 原因是因為這些業主通常都比較忙一點的 通常都是留一些秘書電話 所以你新人 你要去碰到老闆 俗稱 你是比較困難一點的 另外就是工商舖物業 工商舖物業 知識水平比住宅更加困難的 更加困難的 原因是因為工商舖 大家都知道 酒店 或者一棟的工廈 或者寫字樓等等 你要花的 心機時間 是比較長的 當然他們唯一 好的 是什麼呢 唯一好的 就是放星期六日 OK 我們做住宅 因為星期六日 他們老闆放假 我們做住宅的 星期六日 或者做物業的 星期六日 老闆出來看樓 有一點不同的 第三 我想說的 屋苑 就比較適合 你二十多歲 或者三十多歲的 新人入行 就是做屋苑 原因就是屋苑 例如 大家 差不多年紀 很多朋友開始 出來租樓 或者他是買樓 或者有些 幾年後 生了小朋友 換大一點 等等 這些市場 我們比較容易接觸 客員 對於新人入行 你看樓量 增加的話 你自然 你成交量 都會自然增加 以小弟為例 當然 其實我入行之前 都是做民員 以及以前 曾經做過 車房 亦沒有任務 沒有經驗 入行 那時候怎樣做呢 其實我們本身公司 有一個 很有系統的 內部培訓 再加上 我們本身的 區域的主管 很肯教人 加上公司有些 考牌課程 其實進來做 都不用任何人物 加上客員 即人物即客員 客員方面 怎麼找呢 其實本身我們公司有 網頁 或者有些 網頁的津貼 可以登 其他 網站 去吸客 因為現在 剛才說過 因為現在是5G年代 或者疫情關係 客人看樓 都是通常在網上看的 其實 我們有影響 在2、3月的時候 尤其是第一波 大家都不知道 疫情是有多嚴重的 認識度大家比較低 所以 很多二手的業主 其實都不肯 開門給我們看樓 另外發電商 都是 很少推盤 但是 2、3月後 大家認識到這個疫情 原來你 戴口罩 勤洗手 你保護性 重一點 其實 就可以 防疫到 變相 業主 開始 給我們看樓 還有 發電商都肯推盤 譬如在5月為例 5月 其實一手的成交量 達到2000宗以上 其實跟我們以前的旺市 基本上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 比起剛才說的 金融 保險 我們的影響 真的比較少 另外 其實現在我們看樓 通常在疫情之下 我們的同事 或者行家也好 多了拍片段 KOL 拍片給業主看 另外我們之前 也有做VL360 實感體驗 其實 看樓 或者之前就不用 去單位直接看 不過 最終 因為始終我們的銀碼上 不同保險 不同金融 可能銀碼偏大 可能是 小則 一個單位 都是 幾百萬 貴則 其實去到過億 最後他們看完片段 或者看完VR360 看完照片也好 最後決定之前 都要約我們的經紀 去看一看樓 所以對於 我們劃限聚令來說 其實對於我們的 行碟 影響 比較小 等待會兒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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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